我覺得我的人生真正是在找到紋身那一刻 書法最強女紋身師 客人排隊等三年 Joey是本港唯一一位 國際級專門書法治的女紋身師 客人來自世界各地 有三千人等著幫襯 起碼要排隊等三年 原來她每件作品都獨一無二 一天只畫一個客 好像這首詩就畫了兩天 因為這個紋身值不值 是很影響她一生人的 你做出來的紋身 你要走得出去給人看 給人欣賞 這件事是重要的 我想畫得漂亮的紋身 紋身自己會說話 走出街 她自小喜歡畫畫 中五畢業之後 做過設計、化妝 不過作品多漂亮都好 一落妝就沒有了 二十三歲那年 一個女仔去新西蘭遊歷 誰知找到她最喜歡的畫筆 就是紋身機 我是很清楚 感覺到自己有一團火燒起了 就像人家說一樣 燒起一團火的感覺 遊歷期間得到一位藝術指點 開始找自己獨有的風格 回來香港之後 還特地去學書法 突破以往硬生生的紋身 用紋身針 做出毛筆象徵度極高的線條 柔軟的紋身風格 連外國紋身天書都賺她的作品 又神秘又有藝術感 不過不是很多香港人懂得欣賞 困難是非常多 第一是每兩三年 我就會轉一次店舖 因為都不俗約 不是業主的問題 就是鄰居的問題 不是很喜歡紋身 她06年在中環開紋身店 試過給住客投訴她的店舖 引了很多閒閘人等在樓下食煙 Joey打算掛招牌或海報做宣傳 都被業主阻止 叫她通通收回 她唯有學整網站 學拍照 在網上宣傳 這幾年 她還將紋身擴展到在梳化 香檳桶上面 未來會在絲巾畫Tattoo 她左腳上的這兩個紋身 就是代表著女性在紋身界的力量 我覺得這個角度 靠著自己 Joey就是這個Joey的男 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 熱乘肉 真的 他的超級 你 Lap 我們